除了做運動之外 還有一些撇步可以幫助大家 哇 小蔻 我剛剛還沒注意 你外套會脫 是不是 身材很棒 身材超好的 你這個穿的是 對 這個就是塑身衣 對 我來比較像達仁莊老師 塑身衣 一開始的時候 你是因為自己的經驗 然後開始穿了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長後的時候 我也是脊椎痠痛 是 然後好像擦個地板 挪個沙發就會閃到腰 然後後來我發現 穿塑身衣它是有效的 然後越緊越有效 越緊 對 可是越緊大家不會覺得說的 尤其像那種歐洲宮廷有沒有 不是 這個很緊嗎 對 可是如果你脊椎痠痛的時候 跟緊呢 你會忍受哪一個 當然是不痛啊 不痛 所以穿得越緊越不痛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然後我大概穿兩個多月 我已經二十幾年來 從來沒有腰痠背痛過 哇 穿兩個多月而已 而且我一直穿穿 穿到後來人家說 你怎麼穿得那麼瘦 我說是啊 我怎麼變成二十三藥 我都不曉得 而且她這個腰 這個是比我還細 而且非常舒服 好 我想問 因為一般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點褲褲褲有沒有 都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那不是嗎 不會點褲褲褲什麼的嗎 你看我已經穿了二十幾年 我會覺得 好舒服 從來沒有腰痠背痛過 這是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那為什麼會一直 本來是三條軟缸 後來我把它加到九條 更舒服 就是更多的支撐力就對了 對 然後她這個軟缸 她是非常的柔軟的 她是可以到90度 所以是OK的 像我們在做任何... 真的可以到90度 像剛剛小CALL在做的運動有沒有 沒有 而且她是剛穿沒多久 她都可以這樣動 我就覺得她很適應 然後她沒有發現到 她身上有軟缸 對 因為其實我穿過那種 舊式的塑身衣 然後那個缸就很透 就是我只要做什麼動作 它好像刺著我的身體 但我不知道這件其實有軟缸 她剛剛問我說這有軟缸 我說這個就是啊 我了解 而且它也是九條軟缸 好 那我想問 因為我們知道塑身衣 它好像都要扣一大堆等等的 小CALL他今天 對 也是 就是有點像我們穿鞋帶一樣 對 這樣子嗎 其實如果說這件塑身衣 因為它是沒有彈性的 那沒有彈性的話 你在穿的時候 它的尺寸一定比你本身要小 比如說你要馬上要扫六吋 它尺寸一定小於你的六吋 那這樣塞得進去嗎 對啊 所以你不好穿 所以它用S拉繩 就是可以左勾右勾 它用它的力學原理來穿這件衣服 它是好穿的 那你看如果穿上去之後 像小CALL剛剛她要做運動 我們可以放寬 比如說我今天已經運動完了 或者如果我要去吃大餐 我不想吃那麼多的時候 我怎麼樣控制我的食量 靠它嗎 對 你看看 還可以再拉 這個拉繩它是可以再拉米的 它是用繩子 然後這繩子我們不要剪 為什麼你要放鬆的時候 做運動是很方便 然後你看看它這個穿這樣子 如果我說我不想再吃大餐 我想吃少一點 然後我就幫它拉 有沒有 天啊 還可以再拉 有沒有 那你的腰 我好瘦 腰會不會再更瘦 我應該只有21吧 哇 那筷子卻不會變 在變魔術 還有 它這件說聲音 不會不舒服嗎 不會 其實 你看它笑得這麼開心 它幫助我 讓我的身體整個挺起來 所以我剛剛就不會想要駝背 其實我確實覺得可以調整姿勢 而且你看繩子留這麼長 那我們繩子還是在保留下來 了解 萬一它要放鬆的時候 可以自己放鬆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 它等於是有支撐 讓身體可以抬頭挺胸 然後甚至你說 它會不會 因為畢竟是整個縮住 會不會常常要脫掉 還是說一天 我們到底哪些時間可以穿 那個一早上 我會建議吃早餐前就要穿 起床就穿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如果吃太飽 你穿這個緊身衣服你會不舒服 但是早上起來你是肚子餓的 那你穿上去 還可以撐四個小時才進食 為什麼 因為你有保持感 來控制體重 對 你要少掉一餐 然後再來 你看看我們早上只要穿一次就好了 然後穿完之後 我們上廁所你也不用脫 對 你要只要打開拉鍊就好了 拉鍊 了解 晚上再脫 那其實穿脫是很簡單 S拉繩的測試就是穿脫很簡單 莊老師你甚至是穿著說 你會不會做運動 對啊 而且我爬山一定要穿這種瘦小腿 我爬山 因為它有護膝的功能 我以前沒有穿的時候 我下山 我們爬山上去 下來的時候 腳會抖 對 然後我穿了這個就不會抖 我就覺得 這個好好 變成說它有護膝的功能 我覺得爬山是一定要穿這個 我穿這個不行 小柯你做一下動作看看 看是不是能夠方便 我要欣賞我的身材 而且她 她剛剛還可以做瑜伽 我就覺得好厲害 我是覺得很方便 因為你看我還是可以伸縮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我就覺得 拉完整個拉起來之後 我就前凸後翹 好明顯 所以 這才更好 因為它還可以矯正你的姿勢 對 要不然的話 你自己控制姿勢是很難 這是長期性的習慣性 你說我要少吃 然後姿勢要怎麼樣 那是很難的 好 所以這提供大家另一個方法 讓大家參考 當然你平常的飲食運動 健康2.0教的方法 也都要參考 然後在其他的方法 你再適當地做自己的選擇